而在疫情爆发之后 花莲县国中小学都进行线上远端教学 营养午餐团散业者 他们所使用的有机蔬菜需求量也减少 也使得有机小农蔬菜出现了销售难题 收封香农会因此把营养午餐所使用的有机蔬菜 销往北部既有的通路 也成功疏解了产销压力 疫情不断延烧 也造成学校改变教学方式 以远端教学来进行 也使得营养午餐蔬菜的供给必须另寻出入 因此收封香农会在现有的既有通路上 以促销方式成功将小农所提供的有机蔬菜 销往北部化解了压力 学校停课了 总不能说我不跟农友收 一定要收 每天每天的量是多少公斤 都是一定的 你跟他收菜就老掉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就是说 用尽量请这些厂商帮忙 还有我们搭政 长期以来对我们农会照顾的这些会员 就是说我们就再加一点菜 本来是六斤六业 我们可能变成七斤七业 或者是多一两样菜 让他跑得比较快这样子 在疫情发生的这三年 收封香农会问了因应政策的改变 以练就了一身行销的好功夫 随时应变疫情所产生的销售问题 在这一次学校停止实体上课 所延伸的蔬菜销售问题 已经能够及时解决 让农民无后顾之忧 记者林杰 收封香采访报道